有些是香港市民 有些是香港市民 有些是我們一起 跟這間機構《方光TV》 香港電視奮鬥了 一年來十個月 很多汗水和淚水 我首先告訴你 我曾經出席過這種 這種靈驗抗議 不過就是TV 我首先要說回 前身份就是 TVB職員協會 的主席 現主席 我們都參加過這個聚會 這種集會 但是我沒有見過今天 那時候我們在門口 只不過是五百人 我想都要成一次 我相信陸續有人來 我先說一下 我從來沒見過 其實我們在香港電視 都有工人 都有手足 通常我做工會的時候 在舊世大支這邊 那些手足是會說 那個公司 和管理層 不好的 永遠欺責 演員 最好就不要給 沒有錢 最好就給那些書 錢 但是我今次 雖然今次我們 Hotel TV 又在面 那個工會 舉辦 主辦這次座 但是居然 員工 和所有工會 和市民 是趁香港電視 這個已經是奇蹟 這次座 還有一件事 在整件事 其實我有個小秘密 其實我想說 其實外景組和檢節組 其實是因為我們支持 我是和西豪演MCC 出了時間進去 因爲我們 每一個盤都缺 是我們的行政 行政總裁 為了小姐 晚上打火鍋 有辦法 找到 攝影師 OK 那我就和 關雪門導演 就馬上約了五個攝影師 在九龍堂 那些特務 一間房 打火鍋 在這個串田裡 一串 就串了一組人出來 好 而這組人來到新公司 不是新公司 給他們人工有多高 他們和我一樣 是拿回以前年輕人的火 我相信 香港市民 如果拿回火出來 我想我們的特區政府 就會跪下 謝謝